其實呢 總統在這個元旦的講話裡面 想到主要說到幾項事情 包括民生經濟的問題 包括臺灣國家安全的問題 重點呢 在兩方的部分 也說到 戰爭不是選擇的其中一項 那另外 自己 對到國內的民眾 也希望說可以發聲說 團結一心來 來到底 臺灣國家平安幸福 當然呢 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應該是 開心開心開春大過年 結果 結果 你要看 竟然跨年落台 過去佩洛西來的時候 圍台軍演 軍機落台 現在是跨年落台 蕊德哥 這就跟你說了 那麼中國共產黨永遠不會改變 那麼侵略臺灣跟併吞臺灣 不管你當一黨執政 國民黨 民進黨執政 都是一樣的 他在國民黨馬英雄當總統的時候 他的飛機就穿越過海峽中線 那麼 很遺憾 我們照理來說 今天本來是過年第一天 大家說好話就對了 可惜 今天還有國民黨的頭人 還在說什麼 票投民進黨青年上戰場 那麼佩洛西去年就因為這樣騙到這個所謂的選票 騙到了政權 所以大家要非常小心 包括民進黨也要非常小心 我不知道票投民進黨的怎麼樣 我知道票投國民黨 送你火葬場 新竹到彰化 一場接一場 那麼事實上 我說的是事實啦 不然身體官人是在抗議什麼 講法官現在也是要火葬場送臨 對吧 這都是票投國民黨 要不然你反駁我了 你反駁我了 那麼事實上 在今年的這個總統文告 包括對岸的中國的習近平 他也有相關的談話 值得注意是習近平是一個 很能調整相關的這個 把部法跟政治的 驚訝度的人 今年突然間沒有特別去提兩岸 用驚訝的方式 那很簡單 因為現在中國人民 陷於水深火熱之中 幾億人確診 死亡的人數幾十萬 可能馬上要達到上百萬 所以習近平他現在必須用 那種所謂的兩岸一家 親家和緩一家 好像他對兩岸是非常和善的 這種方式 那麼來進行他的元旦文告 前兩年他可不是這樣講的 前幾年他甚至於告台灣同胞 四十周年 甚至於直接九二共識 直接把一國兩制都講出來了 那麼蔡英文總統 其實由上任開始那天就說 我們不求這個等於說 兩邊對峙不求戰 希望對話 結果沒有用 因為六年來 那麼中國國民黨的主席 朱立仁所說的 國防要跟對話相結合 才能有和平 問題是對方已讀不回 已讀不回 我一直發訊息 一直發訊息 你告他 你如果看你的LINE有沒有 意思不是一樣 你一直發LINE 叫對方已讀不回 都不在接他對不對 你要怎麼樣 要怎麼樣 老婆一天都來 今天已經到十五隻 越過海峽中線來了 連過年的第一天有沒有 越過海峽中線什麼意思 就是要跟你狂鬥 那麼甚至於前幾天 還故意把這個殲-11的戰機 飛到美國的軍機 旁邊三公尺 他都撞到就對了 都在挑釁 我們台灣要怎麼 台灣只好壯大自己 所以要怎麼壯大自己 今天大家相信 我們看到這條新聞 那麼國防部發起這個所謂的 這個相關的 這個彈簧刀無人機 類似美國的小型自殺無人機 現在公開招標 為什麼要公開招標 因為我們需要的數量非常的大 然後他大概他的規格是四行的 大概是五百公克 這半公斤的炸藥 TNT黃色炸藥 上東於大概幾顆手榴彈的 爆炸量就對了 那麼有一個阿兵哥 就可以隨便放在你的這個背包後面 在戰場隨時飛上去就對了 那我們需要的量非常大 如果沒有意外的話 中大型的彈簧刀 我們會向美國購買 大概是100套特戰人員用 那這種這個相關小型的 會分發到各部隊 由陸軍的各部隊用 那除此之外 美國在上禮拜 軍售我們這個火山車的布雷專案 布雷車 夠於你要知道 這16台的布雷車 它有一個特性 它在短短20分鐘之內 車這樣過去之後 那麼它的這個地雷 噴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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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0個個式地雷 全都出來了 那以前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那麼地雷到處布雷 你如果不知道他放的 時到人民會誤觸 戰爭結束之後 你想問金門 金門的海灘全部很多地雷 都會發生誤觸的事件 所以到時候怎麼辦呢 到時候這個地雷 可以分三個時間 把它放掉 可以說有個設定 什麼時候到 你這地雷自己會爆炸 跟那個飛彈一樣 飛彈發射上去 有問題 我這麼按一個 它就自己自爆就對了 那這些都是為了什麼 包括我們的這個 四艘的這個布雷劍 台北港 都會 我們可以布雷 我們的萬象水雷 有沒有 台灣海峽 都會 有三型不同的水雷 可是還不夠 希望美國可以賣 我們國家先進的布雷 尤其是水雷 智慧型水雷 F16 C13洞直接 啪過之後 台灣海峽 會不會等 它可以設定 中共的航空武艦 中共的兩棲相關的 這個等於說 這個登陸件 它可以設定 當這個水雷知道這個車 這種船到的時候 直接起來 把你放掉就對了 那麼在一起 包括這麼多的飛機 這麼多的無人機 包括這麼多的這個飛彈 都不是為了 我們要開戰 是為了要保護自己 我們現在的大型的 騰雲號無人機 包括可以用 已經發射過十枚的 紅准飛彈 紅准火箭彈的 瑞淵二型的這個無人機 包括自殺攻擊的 劍翔無人機 跟用我的星座 命名的摩羯號無人機 摩羯號現在 整個六軍 全部都會分化就對了 它是偵察型就對了 小部隊全部揮發 為什麼 因為這次烏克蘭戰爭 讓我們看到 無人機的重要性 各位 包括為什麼要把 EUE的兵役 延長 也不算延長 恢復到一年 因為當初是邁英雄騎騙總統的選票 從八十四年四 提早到八十三年四 所以畢行四季位 四季位的困難 以現在我們的敵人 這樣對台南 我們這個困難程度是不夠的 困難跟 畢行一個 由一個男孩變成一個男人 可以保家衛國 不是為了要戰爭 是為了萬不幸 對方要來欺負 我們欺貓打貨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保護自己 對付敵人 所以這所謂的 都是因為敵人要來欺負我 如果敵人不來欺負我 我怎麼會離開你 這就是我們的軍歌裡面的歌詞 對不對 所以在開春第一天 跟大家說 我們台灣人 如果要繼續安居樂業 我們驚驚順順 要繼續在台灣享受民主 我們就要更加的支持政府的改革 剛剛雷德哥講的軍歌是哪一首 如果不是那個 我真會離開你 待會大家準備一下 我們都有當過兵 有啦 我也有啦 再強調一次 除了看台灣 我們也看看中國 看看中國的領導人 這次又講了什麼 他就大概跟我們有關係的講兩件事 大概就是台灣跟香港 那我們先看一件事 大概大部分的學者的專家 在觀察這種政治語言的時候都會比較他的語氣 比較他過去跟今年 那我們就看到他去年 他是講什麼 他說我們要實現祖國完全統一 是兩岸同胞的共同心願 那今年呢 他是說海峽兩岸一家親 忠心希望兩岸同胞相向而行 怕同路就對了 攜手並進 共創中華民族 綿長福祉 這個就有人分析說 拜託啦 拜託啦 忠心希望啦 所以判斷說 他語氣好像比較軟 那另外一部分 他提到香港 他是說什麼 他說今年我去了香港 看到香港將油治即興 油治的意義 以前我在管理統治 現在開始反映發展 油治有統治 然後慢慢地來看到了 現在即將要興盛 十分欣慰 堅定不移 落實好一國兩制 香港 澳門 必將是長期繁榮穩定 宇昭哥 我們知道老共的統戰的套路 叫做合戰兩手 軟硬兼施 如果我跟2019年 瑞德哥剛才所說的 告台灣同胞書 40周年給習近平得到的 啟發跟教訓是什麼 幫民進黨做球 簡單的理想 當年呢 講得很肅殺的 一國兩制台灣方案 沒多久就發生 香港反送中 再加上呢 韓國一二三度 國民黨呢 2019到2020年 選舉的盤 完全呢 被習近平 被兩岸關係 被香港所打亂嘛 各位要了解 2023年 又到了 關鍵的選舉年嘛 所以說呢 習近平啊 基本上要考慮到 他的講話 會不會影響到 其實老共就是要 左右台灣的選舉嘛 只是呢 不好呢 再直接呢 喊打喊殺 一副就要武統的樣子 所以跟2019年相比的話 這一次習近平前半段 好像是 黃鼠狼給雞拜年 簡單來講呢 我們要追求和平啊 兩岸一家親嘛 前半段呢 充滿了 中共的統戰語言 和平攻勢啦 但是呢 Thank you剛才講的 下半段呢 令人捧腹 笑掉大牙 什麼意思呢 和平 或是呢 兩岸一家親 最好的典範是什麼 就是香港嘛 簡單來講 現在一國兩制 台灣方案 或是呢 去年 最新的 這個 台辦的這個白皮書 基本上把台灣跟香港 換在同樣的位置 跟早期一國兩制的內容不太一樣 老共以前也講說呢 給台灣的方案比香港要好很多啊 有自由軍隊啊 內地不派人來接收啦 有自由貨幣啦 司法終審權 都不用到這個北京去 但是呢 最新的說法 有關一國兩制的部分 台灣就等同於香港嘛 你哪壺不該提哪壺 前半段啊 基本上我剛才說的 黃鼠狼給雞拜年嘛 一副啊 慈祥的面貌 或是呢 和平的這個公式 可是後面講的香港 立刻恭喜大家對香港反送中 或是呢 從2019年到現在整整啊 快四年 大家所目睹香港的一切 不論是在政治上的人權的 或是輿論上的 或是經濟發展 香港已經不是過去 昔日的東方明珠了嘛 所以我們要了解喔 習近平或是共產黨 左手基本上會做和平的統戰 右手 難道他忘記了軍機繞台 捏或是硬的這一手嗎 是第一個為大家做說明報告的 第二部分是什麼 我必須要肯定國安高層 對 當習近平采取了稍微軟性 或是呢 軟掉的這一種呢 統戰攻勢的時候 蔡總統是怎麼回應的 簡單講就是說 各位你覺得是巧合嗎 蔡英文也告訴大家說呢 這個戰爭不是唯一的選項嘛 說要溝通啦 要交流啦 要對話 那我今天說這跟朱立仁說的 有什麼不一樣 跟馬英九說的和平 我老公說的和平有什麼不一樣 第一個 要對話是不是 要交流是不是 要溝通是不是 以主權對等啊 為前提 還有和平呢 是雙方責任 結論是什麼 剛才瑞德哥講馬英九的部分 我最有感到 這當結論啊 馬英九現在講的話 不能什麼青年賽事戰場啊 這個 簡單講就 票投民進黨 青年賽事戰場 票投國民黨 兩岸無事戰場 這話曾經過去有人講過 越南輪亡前三四年 他們喊的口號是 阮文哨下台 共產黨不來 結果這句話喊沒多久 南越就嘰嘰了 所以呢 馬英九的歷史沒讀好 只會在這種東西呢 搬門弄虎 呼應習近平的想法 所以我覺得啊 我們的國安高層 是有預見習近平 極有可能採取這樣的說法 所以蔡總統 這這樣吧 展現政治高度 就要從的話語權這個地方呢 撐鋒相對啊